哇哇哇啊 呱奥 太早上冲夜去啊啊 小贵太烦些了 没事阿姨你才搬来的吧 以后少走就有好嘞 呱 阿姨你也住这 哎呀原来不是邻居啊 啊时间到了 我得给我儿子做饭去了 改天接着聊啊 儿子我跟你说 闻居那个女孩真的很不错 今天帮了妈妈一个很大的忙 以后啊 妈 我先走了 哎 儿子 吃了饭再走啊 喂 你会不会开车 是你 李隆基 你也住这个小区啊 这东西天天给我添堵就算了 现在回个家 哎 李隆基 别问了董事长说的 今天客户谁抢的算谁的 我就先走一会了 哎 你 王总不好意思啊 那个李总监他有事还在路上 今天的合作我给你们看 好好好 来 来 坐 啊 七总真是百文不如一见啊 这身材 谁见了不得迷雾一下呀 啊 那个王总 要不咱们还是先看一下合作吧 哎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这谈合作之前 你不得先喝三杯表示表示 不好意思啊 王总 我不会喝酒 哎 七总 这可就没意思了 你也是年纪轻轻的 就当上了统签 给我喝两杯都不愿意 你要是不喝 这合作 我们公司是不会跟不尊重女性的人合作的 哎 刚刚谢谢你啊 哦 你也别多想 我就是号打包不平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所以 你到底要说什么 呃 改天再说吧 呃 这个嘴开口怎么这么难呢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七七啊 今天真的学习你啊 学习你帮阿姨吃这么多东西啊 没事 阿姨 来 晚上来家里吃饭 我对吧 我对她让她吃饭 呃 我我我呃 哎呦 这 我答应你了 啊 我可能是一句 你没前身去了 不见过 5000 5000 谁家街心堵门红包要5000啊 他们家亲戚加起来至少二十几个 再来几个 哎呀就是越来越好 红包越大成语才越卓 就是嘛 怎么办啊姐 我就只带了些500的红包 而且刚刚差不多也发完了 呃那个各位请放心啊 咱们婚礼现场派发红包的环节 还有很多 及时耽误不得的 佩佩 时间快到了 快点了以下就来不及了 大鱼他们就是想图个吉利 甘心给了我也好处了呀 这咋办呀 我们先上班就好了 是啊是啊 这样吧姐 我现在就去银行去点钱 快去快回啊 大鱼是有钱 不过我听说他姐姐更有钱 等会上才下车 你一定要等他们给了钱才上 好啊 你呃 爸爸是为了你以后有双重保障 哦结婚了结婚了 公主请上车 在老话说上轿六万六下轿八万八 月月红火又大发 老师阿姨 而且不见了 不见了 老师阿姨 这彩礼呢 我们已经给过一百万了 刚刚红包又包了十几万 吃零食加价 一百万就要娶出我的女儿 再加一百万 你给你吃零食呢 还用钱 不仅才的钱再加一百万 还要给我儿子准备一套婚房 不用太大 两百瓶就够了 不是 这知道的啊 是我弟娶你女儿 不知道的 以为是我弟娶你全家呢 那你弟弟还想不想娶我妹妹 那个阿姨 这我事先也不知道 婚房和一百万的事情啊 而且你也知道 我的积蓄全在佩佩那里 我现在哪有时间 去找这么多钱啊 您看现在大家都在走着 咱们先去婚礼现场吧 你不够不要紧 你不还有个姐姐吗 我 我我跟佩佩结婚 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 她的钱是她的呀 你们家不就你一个儿子吗 不全都是你的吗 全部留给你 还留着你棺材呀 你想想被裹着不敞哭吧 都什么年代了 还什么都是儿子的 你 佩佩 我就问你一句话 今天你是跟我走 还是听你妈妈的 别问我妹 这是我们全家的椅子 这钱你要是给不了 这婚肯定结不了 就是 我把女儿养这么大容易吗 我算是她明白了 你们今天不是嫁女 是卖女的 是不是 你干什么啊 哎 大鱼 你才不是给不起这个钱 你不要搞得这么难堪吗 想到从头到尾 你把我们的婚姻都当做一车交易 这婚 我不记住 哈哈哈哈 今天买了那么多人 到时候丢脸的可是你嘛 丢脸的可不是我们 这婚结的了结结不了算 就当请兴奉好友吃顿饭 哎 不正当 你跟我妹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怎么着也得赔个青春损日费 妈 行 既然这婚不结 那咱们就好聚好散 这原本是给你和大鱼的幸福利 现在不行给你 这么点就想赔偿我妹的青春 你打发叫花子 你撕了 就一张破纸 你混成谁呢 是 只不过是一张一百万的支票吧 你撕了 他就是一张货币 你看看你好好的到会日子 你闹什么脾气啊 喂赶紧见到过去 琪琪姐 对不起 看在我和大鱼今天结婚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吧 这婚 不见了 姐走 哎 你快去追啊 我用的东西 哦 姐 其实我知道他家是个什么情况 但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以为我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 但是他 没事 你没错 以后你会遇到更好的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 教你几倍还是学不会 没处理赶紧 八块 这不是啊 老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擦干净 哎 老板 算了算了 我来擦就行了 你别罚他款 他也挺不容易的 擦干净 不好意思啊 这确实是我们员工的问题 但是该罚还是得罚 赶紧擦 擦干净 不好意思耽搁你时间了 您先去里面坐一会 这老板太黑心了 我要不是同情他 谁来呀 三 二 一 不用洗了 你的考核不达标 你不知道客人的时间就是金钱吗 难道客人来等你 老板 家明他跟我们不一样 而且他就比我们慢了一分钟 就让他过了吧 算了老板 就让他过了吧 我让你说话了吗 他跟我们什么不一样 大家考核时间都是一样的 凭什么对他破理 比别人慢不知道多练习几遍 笨点心肺你不懂啊 哎呦 嘉宾啊 没事我们陪你一起练 加油 嘿嘿嘿嘿 加油啊 这家洗手店老板真是会找钱 找个傻子来当洗手工 我怎么听说老板挺好的 那个傻子洗不干净老板点单 单是免了 够的是傻子的钱老板一分钱没找这 怎么骂 哎 兄弟把车给我洗干净点啊 哎哎哎哎哎这儿没给我洗干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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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轮胎轮胎啊好好的老板还有这儿这儿什么都要我叫你干净我来洗吧 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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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洗吧哎哎是他帮忙给我洗车不是你赶紧给我走 啊你好我是这儿老板请问发生什么事呢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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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nteer啊 你能脖子肯黏ate 你就是老板呢 mento sol 既然老板来了我要投诉他 这个人根本就不会洗车 这单 肉免了 都是他自己的问题 一看家密都帮他洗了五个 你看家密都帮他洗了五个 免单 他作为我们店的员工 就应该按正常行业标准去要求他 工人 我很感谢您的图书不进 老板洗好了 老板 收好免单的不用出来 这个是他该收的 好好干啊 偷懒可是要罚款的 别偷懒啊 我会好好笑你的 好的谢谢哥哥 嘿嘿嘿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你 谢谢观看